看看刚刚过去的这三年 手握20万级中型SUV能选择什么 2022年各家都在堆料出现超级卷王们 2023年开始卷智能化 于是有了这台激光雷达和800伏平台 率先上车的小鹏G6 那到2024年全员高段位800伏下 真实车主我跟大家唠唠小鹏G6还像吗 哈喽大家好 上上三个月以前刚入职那会儿 大家是看着我提了这台小鹏G6 没错小鹏G6我也提车了 那现在三个月时间过去来看一下我开了多远 我开了接近5000公里了 今天跟大家做个用车的小结 那先前情题要介绍一下我这台小鹏G6的配置 它是755公里的长续航的MAX版 就意味着我单电机后驱有激光雷达 并且它也是个87.5度电池 另外我还选了20寸的运动轮毂 为啥选因为默认那个18寸实在是太 嗯 大家诟病最多就是这台小鹏G6的外观设计了 说实话其实它长宽高轴距都跟Model Y差不多 但总觉得它看着要更大一点对不对 因为整车它还设计得很圆润挂 就没有什么很凛列的曲线的线条 就有点向外发展很膨胀的感觉 尤其正斜方看 我经常觉得它在停车场停着像一个法师盼盼小面包 那来到侧边呢它吸住往后的位置 它整个撞色来说是往下压的 又加上说一个撞色的后脑流 是真的有轿跑SUV感觉 很多车它的设计是前面虎头舌尾 但我觉得它反过来是舌头虎尾 尾部这块更加好看一点 那颜色选择上呢 我是坚定不移的心悦赢的拥护者 因为首先我就要更难耐看 然后很有科技感 又加上说这个颜色它是免费的 空间上呢 虽然说后备箱确实套的不是很深 又加上没有前备箱 但我过年那会儿 不管是买年局买年货还是搬家 都已经在默认情况下够用了 而且你看这个后备箱容量 我觉得放两个我应该没啥问题吧 内饰设计上我觉得是没啥毛病的 就那种麻雀虽小 但五脏俱全的感觉 你看款式很基础的一个两个屏幕 然后加上说简洁的中央通道 但它中央通道这一块 本身是没有什么实体按键 加上说也没有多余的失调 去进行点缀的情况下 我这台车是全黑内饰 真的看着有一种 两眼一抹黑老眼昏花的感觉了 所以我觉得对于像极简风那一式语言来说 还是选择像是拼色 还是那个柔光米可能会更加好看一点 那除了门板出这一块呢 整车是没有实体按键的 然后像我平常要去执行指令 一般都是含小屁 然后让语音去识别 但它识别率还是挺高的 能看到它空调出风口 全部都是裸露在这儿 但是咱们的指甲手指是没有办法调的 如果你要调节风向 还是得打开车机 然后进入到二级态单去调节这个风向 然后在中控这一块呢 是有两个50瓦的无线快充 然后带了风冷 然后像我自己的话 本身是个苹果用户 那各家的一个合作协议不太一样 我觉得这个无线充能跑满的 只有像华为系小米系的手机 我自己平常还是会拿一个Type-C的快充线 然后在下边这样接出来 我宁愿没有那么优雅的无线充 也想充得快一点 选择新市里的好处 就是能给你随时更新的惊喜感 像换了台新车一样 那三个月以前 我去提小鹏G6的时候 那时候车机版本R4.5.0 你看现在是5.0.1先锋版5 就那个天机系统 那最明显是整个UI界面都完全不一样了 跟X9一样是分屏系统 然后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分屏系统 你看习惯以后真的很实用 因为经常我在导航的过程当中 可能附加想去换首歌啊 切换到其他界面的情况下面 它完全不会妨碍到我去看导航 那我觉得这样信息更加丰富的情况下 开起来会更加从容一点 同时呢 咱们可以DIY这个Dock来 你看就长按 然后把这个软件这样拉下来 你看这个快捷径的设置 其实有点就物理按键外挂的感觉了 同时呢 它是有个哨兵模式的 就是咱们如果在离车的过程当中 很担心车被磕着碰着啊 还找不到主的情况 那咱们可以通过小鹏这个APP 去把这个哨兵模式给打开 那像我的话 这个APP的账号 我不是主账号的情况下 我能打开 但是我没有办法实时监测实时的景象 那只能通过说一个主账号去查看 我觉得这样也能保护一点隐私性吧 那同时呢 我已经去试这个内侧的天机系统 大概两个月时间了 那大家比较担心说 G6的85芯片能不能带动天机系统 我觉得没有遇到过卡bug的情况发生 像选择小鹏的 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或者说年轻的小家庭 那会选择小鹏很大原因 我觉得跟我是一样的 就是图它的智能驾驶 但这一块真的是 它却是一个第一梯队应该有的表现 虽然说我是一个汽车媒体从业者 我觉得我不应该这么讲 但说实话 在今年成为小鹏的一个 真正的车主以前 我每次如果说必须的 像试驾会 你有这个NOA啊 或者NGP的提升 我必须去开智能驾驶 不然我能不开则不开 那我不喜欢智能驾驶 其实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它效率真的很低 很慢呢 我觉得我随便开都比较还要快一点 那第二就是 我很担心我的人生安全 就是安全问题 那像这一台小鹏的话 本身你看 它在辅助驾驶这一块 就能选择风格 有标准的 有保守的 那有的时候我去导航 全程NGP的情况下 它的预计到达时间 跟我实际到达时间 有时候还能快一点 所以它的效率是没啥问题 而且说变道啊 积极很超车 都是非常积极的 然后有时候再像是 我在高速的时候 会有那个大车 突然一下去靠近车道 或者我的后车 突然的想要超我的车 并线的情况下 它第一反应 去做出了一些 比如说减速啊 这样子的做法 都跟我自己人脑判断是一致的 然后所以我觉得 它的智能驾驶 确实是给到我 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像咱们这个是Max版的 然后跟Pro版呢 区别就在于 多的激光雷达 那从功能性上来说 就多了啥呢 多了那个跨楼层的 记忆博充功能 还多了一个程序的NGP 然后说到程序的NGP 我就要说 像你看我公司门口 这个南大干线 路口非常好 地广人稀的 六车道八车道的 我每天上班必经之地 我看我同事他们的未来 问界都已经把自己的NGP NA覆盖到这儿 但是我的小鹏G6还没有 所以我就要程序NGP 先不说这个实用性 它覆盖范围 并没有特别广 那如果说你想去体验一下 有激光雷达的智能驾驶 我其实觉得 你偶尔租个车回来玩一玩 会借朋友车也可以 因为说Pro版跟Max版 差两万块钱 如果从性价比 这个出发点来说 我觉得Pro版还是要香一些 像我当时选小鹏 很大原因是 涂他智能驾驶来的 但他能耗关于是真的 Hogging就是很喜出望外 像一般跑高速 基本就13 14 然后他车重是不到两吨左右 但这个能耗管理还是非常强的 那上次能哥跟我讲 他说把这个表显 从CLTC切换到WLTP 我现在已经切换了 基本就是一个1比1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像我现在表显是51% 然后WLTP下的 续航是302公里 我这台车的一个CLTC工况下 是755公里续航 大家可以去算下这个折扣率 其实很实用 那之前大拨人都吐槽说 他外观真的像法师判判小面包 很不好看吗 但这种圆弧的设计 也确实说带来了一个更低的风阻 更好的能耗管理 这一块就是相辅相成了 大家要做出取舍吧 很多人在吐槽 G6的800伏平台是额定551伏 别人家都快上900伏了 确实算一般水平 但最高电压可以跑到650伏 用下来这段时间在外快充都是120千瓦装 在高速上跑到过630伏电压 基本上都能实现半小时 从10%到90%电量 客观来说放在2024年数据不算亮眼 但实际表现够实用 那最后呢跟大家聊一下 机械方面悬挂底盘的感受哈 那到这一块就得说 小鹏别听这是恶评 看一下啊 那刚才有讲说我为了好看一点 所以选了个二寸更大的Ling 那现在它整个底盘就 下面传给我的感受就是软中带硬的 怎么形容呢 就很像是我拿一块棉花糖 非常自意的咬下去 发现里面含了一块硬糖的感觉 就软硬软硬的 那对于本身就比较偏甜腻挂 然后想舒适一点车来说 我觉得它软一点的悬挂 底盘的调教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主要是它操控上本身的圈数是比较多的 然后加上说转向比比较大 它前段虚位并不是特别明显 那偶尔跑到高速的情况下 我就会觉得开的是有一点辛苦 但作为车主来说它是真的能适应的 那我觉得每次开到它 就会觉得时间一下慢下来 就觉得不急不躁了 但可能我自己本身对于像是操控来说 更加喜欢紧致一点的运动一点的 就觉得说它机械方面呢 还是能有提升空间 又加上说G6可能大部分的一个目标群体 还是在年轻受众 小鹏G6呢 它是一个扭矩式的方向盘 但这一点它肯定比刚开始上 二三年年中那一块好很多 因为我那时候试驾的时候 每次开的智能驾驶 只要是我的手一段时间没有去调方向 它就会提醒你要手握方向盘 纵使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 那现在这一块有优化 我觉得开起来要轻松一点 但是它的人眼监测又过于灵敏了一点 像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太晒了 我就瞇一下眼去看这个路 它就会提醒我说 不要疲劳驾驶啊 要监测之类的 那我觉得对于眼睛小的人来说 真的是有一点太辛苦了吧 几个月使用下来 我觉得小鹏G6或者小家庭很喜欢的车 你看空间够大够舒服 智能化个性也强 而且现在关降两万 如果说到电坛 我觉得还会有惊喜在等着 那现在呢 我跟小鹏G65000公里的缘分 先就此按下暂停 那下一个接力棒呢 我传给Alex 也期待一下二胎奶爸 会用什么新的视角 去挖掘这台小鹏G6更多的可能性 那买车就要大家车帮买 如果大家对于小鹏G6还有哪些感兴趣的问题 欢迎打开大家车问小程序 向我们提问哦 我是庄庄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